作词 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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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怎么样 无理头 我想这个典型超建人主义 风格的东西 那我想在这边 我再稍微闻补一下 我想超建人主义 当然也有部分的人 我们会把它关起到就是说 我们通常用意识或是乙性 来控制我们的行为的一切 那超现实它比较偏重无意识 但是相对的来讲 也好像呈现出某一些 所谓的这个非乙性这种行为 那当然更重要的重点还不在这里 我们其实我们刚刚前面 也可以看到那个转折 有很多地方是无理头的 比如说那个 当这个所谓的 勉强的算他是男主角 当他在看那个外面的那个女儿 怎么样 那个跟车子很接近 非常危险的时候 他反而有一种兴奋 然后好像一副就要看他被撞那样 那通常来讲一般的研究是说 因为达利本人尤其是 他也有这种虐待受虐的 这一个面向而已 跟这一个面向有关联的部分 那他其实有一张照片很有名 就是说他把一只猫 就是这个 他要求 就是说他是一本人跳起来 然后猫丢上去 然后一只也丢上去 然后整个在半空中 横要的那个画面 然后要照相 可是达利很挑剔 就是那个摄影师拍完之后 他就觉得说这个角度不对怎么样 反正就一直跟他拢 然后到最后就要重拍重拍 然后重拍了几十次 那各位要知道 重拍其实这只猫也要被丢几十次 你知道吗 甚至呢 后来那个人家学者的研究发觉说 其实达利本来更变态 他本来是说要在猫的那个屁股眼塞电炮 然后来炸他 然后再来拍这样子 结果那个连摄影师都摇头说 哇 这个虐待狂 这个没办法 我们这个会引起功愤 苏如此类的 那达利确实他个性里面就有这一个成分 那这个逆座回去 其实各位知道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这一件思想家就是所谓虐待狂的这个逼群 我们一般虐待狂叫萨迪人 S-A-D-I-S-N 他其实从萨德的欧爵来 那其实超限主义倒是很特别 就是跟其他的艺术派有没有 他是非常早就把萨德当作是他们的偶像 他就当作他们的超限主义的这一个前驱人 那也是在这个面向 其实在很多比较道德的味道人士里面 就对超限主义就会非常的负面 因为他不只是展现一些丑陋的 其他奇迹古怪 荒诞 更重要的就是说他好像败德的这个先驱人 但是对达利来讲 他像他他也认为说 本来在傅赫东的宣言里面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不考虑道德 跟审美的这种顾虑 反正就是放手去做 而且他常常会找借口 包括他到柏雷德那边也是找 他不是到柏雷德 到那个傅赫东那个写宣言 因为他到最后达利要被开除 可是到柏雷德要把他开除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达利他有着一个崇拜 希特勒或是暴力的这个储向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对超限主义者固然在宣言里面 讲得很大方 什么都都不计 但是真正事实上 因为他们比较骗左派的政治立场 所以会觉得说 这个希特勒是当时的共产党也好 左派也好 有死对头 怎么可以去崇拜他 所以他要把他开除 那开除的原因 众多分也有的是说 因为他太爱钱 左派也受不了 像达利这么爱钱的人 他就是有一个红刺 就是把他那个名字 重新排列车 就变成爱美金的 这一个说法 那变成说想要把他开除 但是对达利来讲 他自己的一个辩护或辩解 就是说 你不是讲说这个 只要是梦里面出现 类似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那他就说 他做的东西就是他梦里面出现 所以你不能怪我 我是如实的把梦里面那些幻象 把它拍出来 或者把它画出来 所以你不能怪我 这个是达利他自己的 对自己的一个面目 我想这个折的比较远 但是佛罗伊德里面讲的一个 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说 比如说 在无意识的层面里面 是没有时间跟空间 就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这种 逻辑的因果顺序 前后的因果顺序 那梦里面很明显有浓缩作用 他会把不同的时空的东西复合在一起 那同样的 我想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有这些要素 包括说 比如说他那一个人 有没有 跟他拔了 我们只看到背面 会觉得好像那个是 多分严厉的一个人 当然达利他自己本身是很怕他爸爸 因为他爸爸是一个蛮严厉的 但是 可是后来我们发觉说 那个人不是他爸爸 是他本人 但是又是隔了16年后 他才翻过年台 我们才看到 但是16年后 怎么还是不会变老 但是桌上的那些书 什么都是灰尘的 都已经坏掉了 但是他什么 人还是原来的那个长相 这个就是好像时间 他今天本身是被 因为说substanding 就被虚弦在那 出入此类 那我想这个都是 精神分析里面常在提的 就是无一是里面 时空他事实上是 可以浓缩 或者是他可以是错乱 我觉得他起码不是像日常的 这样分得清楚 今天明天后天 过去现在未来 不是这样 那同样的空间也是如此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 最典型的是什么 这一个好像所谓的领主角 他在这个房间里面 一出那个房间门 高兴的跑过去 变成是跑到海边去 就是很明显 他是直接把他定制穿插过去 那明显就打破这个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局限性 一个距离 我想这个都是很典型 在里面 他在那么早的年代 就去突破 去强调 那另外还有一点 也值得蛮注意的 就是说 这次也是跟达利一样的关系 因为达利 他后来是发展了 超典主力的一个极端 就是所谓的 他自己把他定义的 就是叫做偏执狂妄想的批判 那这个偏执狂妄想批判 就是paranoia那个字 P-A-R-A-N-O-I-A 这个字 这是一个精神医学的名字 P-P-A-R-A-N-O-I-A 那确实它 包括这个骗子里面 也有这种偏执妄想的成分 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他们不再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令人羞耻的疾病 反过来讲 把它好像讲到一个 夸张到一个极端 马上觉得偏执妄想还是一个 蓝色的荣耀的事情一样 所以我想这种 这种成分就被感变了很多 当时新仓的 一般正常人的这种 包围观念 或者他所能够忍受的那个底线 我想这超级妄想在当时想要去突破 尤其是达利这一派 或者这一种风格的东西 有很多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一再强调 超级妄想不只是这一种面向的东西 他还有其他的 而且甚至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马格丽特他就是完全不一样 走完全不一样的路 但是也不排除他还是超级妄想主义的代表之一